你听说过金色瀑布吗 所谓魔法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欢迎收听笨笨小剧场 我是笨笨 让我带你走进奇幻世界里吧 上一集说到 那不利色大公主鸳鱼 好不容易才穿越结界 如愿与精灵王子呆影重逢 但她却因为被上掌出了 一对蝴蝶蝶的翅膀 而丧失在金色瀑布的所有记忆 并马上想要回到人类世界里去 丹影用明示暗示 甚至说起了他们之间才懂的约定 好不容易让渊宇想起他们过去的一切 但施共的魔力却再次隔开他们 连魔法师的法力 也打不破那道无形的墙 渊宇就这么被裹在咽红的翅膀里 她脖子上的翅膀链坠 更绽放出特别刺眼的白光 让丹影和魔法师都不自觉蹲低了身体 接着白光消逝 渊宇的身影也消失无踪 带着渊宇离去的白光和艳红的翅膀 在金色瀑布遮头洒落点点的光粉 像是下了场带着光芒的雪 丹影蝶跌坐在草地上 她眼神慌乱 戒指镶着的祖母绿黯淡无光 脖子上的领结松脱 口中还不断喃喃自语 我放开冤语的手了 我还是放开冤语的手了 魔法师手持一团光球 但却又落紧了掌心 碾洗那团光芒 她的高礼帽掉落脚边 原本扎在背后的细灰法杂腕无章 滚落在旁边的水晶球 映照出她无助的脸 但不一会儿 表面就照上一层云雾 并闪着金色的光芒 显现出一座迷雾充斥的森林 一个红点 就突然出现在上头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本集的故事 就从冤语的视角开始说起 蓝色的月光 静静洒落在金色瀑布 和青绿色的河面上 但河岸边乍开的牡蛎 掀起了一步步的涟漪 蝴蝶结的翅膀在鸳鱼的背上 燃烧着燕红火焰 让她有些昏昏沉沉 眼睛也被热气熏得快张不开了 但她还不断敲击着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墙 丹尹 丹尹 你听得到吗 丹尹 丹尹在墙的另一面大喊 却没发出半点声音 魔法师在旁边拉着 用金色水流编织的咒语 但水流一接近鸳鱼 就被翅膀烤得消失殆尽 丹尹 挣扎得想要摆脱翅膀 但翅膀却拽住她 又将她拉离地面 不行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丹尹的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丹尹用来联系她和 护卫之间的翅膀练缀 像是要跟她唱反调一样 突然阵放出刺眼的白光 丹尹和魔法师 被白光逼得后退了好几步 并消失在光芒里 等一下 我还没有回去 但元宇的喊叫声还没停歇 背上就被翅膀一拎 她穿越了金色瀑布 水流却没有拍湿她的头发 而是变成了一道道金色的藤蔓 朝她扑来 接着 被突然席卷而来的雾气吹散了 眼前就只剩一片漆黑 她在黑暗里 亮呛走了几步 试着辨别自己身处的地方 口里还念念有词 对 我还记得单影 金色瀑布 嗯 我估计的名字叫 草草 果果 姑姑 花花 然后 我是 她迟疑了一下 就摸到一面弧形的墙 包围她的黑暗 竟然微微战斗着 我 我是未来的精灵之后小雨 名字是 就是小雨 但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也没有看过人类世界 碰到两身 包裹住她的黑色布幕 就碎裂成银蓝色的蝴蝶 雾气随之散去 视线也变得清晰 她先看到一红发 一黑发的骑士 往她两边退开 红发骑士的背后 还有两列黑压压的军队 四周的声音 也传入她的耳里 公主殿下 是她 真的是她吗 但我记得 她就快要变成王子妃了 怎么会在这里啊 而且那团内九十妖术吗 原来她会戏法 我还值得怀疑王子的品味耶 几枚石子 突然咻咻咻射中说话的士兵 他们痴痛的弯下腰身影 其他的士兵面露惊恐 迅速往两边站开 只有队伍正中间 一位戏长眼的男子 没移动半步 他的领口 袖口 腰带 鞋子 都镶着珍贵的宝石 他扫了圆语一眼 轻抚手上的珠宝盒 袁语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方才的黑发骑士 就大步一跨 挡在袁语的面前 头 微微向后 偏了偏 轻声说 哎 您怎么回来了 黑发骑士身材修长 有张五官端正的脸 一双深邃的黑色眼睛 紧觉得 盯着眼前的军队 看起来比在场 所有男子还要俊俏 连天上的白月 都特别在他脸上打了光 让皮肤更加光滑细致 袁语想 如果自己看过这张脸 应该会有印象才对 而摇摇头没有回答 我等了 现在的你是小语小姐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 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是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 其实压抑的皱眉要回话 但看到鸢语的表情 却又怂怂间微微一笑 双手抱拳 向戏长野男子 和红发骑士行礼 锐刚殿下 墨医大人 我国国民因故迷失 在迷雾森林里 我得护送他回去 先告辞了 戏长野男子 轮了吟笑 轻抚珠宝和盒盖 鸢语又打了个寒战 手脚变得冰冷 渊渊 你底下的人 连个合理的理由 也不会编吗 元宇没有回答 只觉得 有股想抢过 珠宝盒的冲动 而要往前走 黑发骑士伸手拦住他 轻轻晃了晃头 元宇就着急的说 可是 我觉得那个宝盒 看起来很眼熟 红发骑士 突然夸张的向他一鞠躬 并向戏长野男子 点点头 就往他们走来 元宇公主殿下 您登场的方式 真的是越来越特别了 黑发骑士 护着元宇往后退 元宇恍惚跟着行动 觉得一切似曾相识 莫医大人 您误会了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 才不是什么公主殿下 庚主殿下 明明就在这里 元宇看红发骑士 指着自己 忍不住喊出声 我才不是什么公主 我是未来的精灵之后小宇 胡说 戏长野男子握紧的宝盒 元宇的心口一痛 但他咬牙忍着 我与你相识三年 怎么可能会认错 而且我还握有你的宝盒 已经达成了三项联姻条件 您真的误会了 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 连刚才帮我的骑士都是第一次 黑发骑士努了努嘴 我叫乌拉德 等一下会送你回去 说完就赶快往后跑 元宇半信半疑 但逐步逼近的红发骑士 和戏长野男子 更让他感到恐惧 所以就慢慢往后退 并保持笑容说 不管您觉得我是谁 我真的得走了 而且精灵王子在等我 呃 只为乌拉德大人说要带路 那理事务部周知处还请见谅 我们先离开了 他说着就要逃进大雾 乌拉德也护着他往后退了几步 戏长野男子摆摆手 黑压压的军队就拔出剑 红发男子则先快步追上他们挥出一剑 乌拉德矮身回击 红发男子健壮突然仰天大笑 震得冤语的耳末发疼 乌拉德大人 看到您 我就想到卢纳大人 您还真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摩依大人太客气了 乌拉德笑着回了一剑 额头却微微胜汗 左手从怀里掏出黑乎乎的石头晃了晃 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摩依大人学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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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拿铁烟石出来也没用 我隔宫啊 就可以砸碎 树林里传出两声马笑 打断他的话 一百亿宗的马随之冲出树林 乌拉德再次轻摇黑色石头 手上的剑招却不乱 人招招挡下墨衣的攻击 暗日带他离开 白马听话的跑向鸢羽甩了甩尾巴 鸢羽惊慌的看着马鞍摸了摸背上 却摸不着任何东西 我我最近长出了翅膀又不见了 如果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上去 可以的你只要踩马蹬轻轻松松就可以跳上去 但是我不会骑马 红发骑士又是一阵大笑 扭声向西长叶男子摇摇头 但手没停歇 又向乌拉德送去了一剑 王子殿下您听到了吗 鸢羽公主殿下的演技竟然如此的阻力 莫一 是是是 我知道 这都是因为鸢羽公主殿下见到您太过羞涩的表现 他略收手臂 剑尖还不断的旋转 鸢羽公主殿下 您就是未来的玄境国王妃 王子殿下这么说 我就这么相信 莫一说着就挥出一剑 乌拉德自知闪不过这剑 想护诸鸢羽 但白马的速度更快 马蹄扬起尘土和石头 而石头就撞向莫一凌厉的攻势 蹦出了点点的火花 红发骑士又甜甜薄嘴唇 朝鸢羽幻步走去 有意思 鸢羽公主殿下失礼了 乌拉德拉住踪马和白马的缰绳 公主 小语小姐 赶快到暗日的背上 可是我 鸢羽本来还犹豫着 但一接过缰绳 双脚就自动踩上马盾 跨坐在马背上 乌拉德也跟着跳上走马 举起缰绳 对他一笑 你看吧 我真的没有骗你 他又抱拳 向西长野男子和红发骑士行礼 热钢殿下 摩依大人 依照两国来往的礼节 这次的彼氏已分胜负 我得向大将军复命 改日再多指教了 摩依这才停下脚步 但双眼还在低溜溜的转 我说 乌拉德大人啊 您到底要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几次 我们这夜可是第三次发现您的行踪了 就再看有没有第四次了 小语小姐 我们走吧 乌拉德挥动僵绳 另一手就轻咬铁叶石 元宇点点头 下意识的轻甲马腹 白马悬过声往大屋跑去 而西长野男子还在后头冷冷的说 元宇公主 不管你在哪里 我永远都找得到你 虽然这男子的声音越来越远 他却恍惚看到这人的影像出现在前头 对他打开了一枚木盒 自己则惊慌失措地 看着盒里的蛋白石戒指 下一秒 男子又吻了吻别在袖扣上的珍珠耳环 哼 我是不会再让你有机会逃离我身边的 其实 你一直很在乎我吧 不要说了 他不自觉喊出声 脚下的白马就震了一下 好在他紧紧抓住缰绳 才没有摔到地面 乌拉德骑着踪马赶得上来 又摇了摇黑色的石头 两匹马的耳朵就往两边甩了甩 我没骗你吧 你本来就是个奇数精湛的人 什么本来啊 我们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而且我以前还是你的护卫 你才不是 言语还没说完 眼前就出现一位有着棕色胡子又看起来老实的人向他恭敬鞠躬 旁边一位美妇人拎住他的耳朵又带着两个孩子朝远方离去 接着金棕色头发的国王对他皱眉 畏畏缩缩的王后瞥了他一眼 旁边有位宗法老夫人碰着饱和在叹气 黑发少女在远方画着素描 让他眨眨眼 所有人的身影都消失无踪 脚下的白马还在奔驰着 乌拉德正仔细观察他的表情 还撑得住吗 过去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等会我们到前面的树林休息一下吧 言语皱眉 你不是说知道回去的路吗 我不要休息 丹尹在等我了 几个小时前就是我送你离开的 我们先躲一下 因为不止瑞刚殿下追来 连康翠那家伙都来了 所以我们还是先跟克纳丁大将军会合再说 这些人民听来很熟悉 却又特别的陌生 但愿与慕名放下了心 在抵达这边世界以来第一次笑了 什么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乌拉德指示前方指向遥远的树林 雾气遮掩他泛红的耳根 没关系 我会再解释给你听 左马听他这么说 而傻傻的停下来了 反倒是鸳鱼脚下的白马听懂了 带着鸳鱼往前方急速奔跑而去 让鸳鱼来不及问出心中的种种困惑 月亮在空中陪伴他们 偶尔投下明亮的光芒 指引他们在大雾里穿越彼岸花海 红叶翩翩的蜂木林 又在水坑映照出自己圆满白亮的模样 让马尔不会误采进水洼里 大乌不死心地跟着他们 直到乌拉德下马时 才稍稍飘到松树后 让月光能照亮小心翼翼下马的鸳鱼 乌拉德就是他拍拍白马的模样 突然就转过身疏离踪马 白马抗议似地甩了甩尾巴 鸳鱼里裙摆 四处妆望竟是大雾 头上则是白色月亮 突然又焦虑了起来 请问我到底要怎么回去 我现在没有翅膀 不知道怎么飞上天空找方向 乌拉德倚着树干想了一会儿 在我回答之前 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可以吗 鸳鱼点点头 乌拉德才又继续说 你说你叫小雨 对 而且我是未来的精灵之后 那你是精灵吗 我是人类 但有天就流落到蘑菇森林 而且现在这里看起来像是人类世界 你还记得你怎么过去的吗 是魔法 而且是宝盒 就跟那个男人拿的一模一样 他突然觉得头痛难耐 而捂住脸低下身 背上还一阵一阵抽痛 乌拉德着急地蹲在他身边 鸳鱼摇摇头 眼里却藏不住惊慌 我只是来到这里之后 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像是刚刚拿着饱盒的人到底是谁 还有那个红头发 笑声又很狂妄的骑士 为什么要一直攻击你 乌拉德笑了笑 我大概知道你的状况了 先跟你说个故事 乌拉德凝视他 又抬头看雾期间透出的月光 我叫乌拉德布蕾 以前是公主的护卫 后来当上了银花骑士 公主有一天跟我说 她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找精灵王子 所以我就陪她进来这座迷雾森林里面 而公主就真的穿越结界了 听起来你好像很在意那位公主 听起来像是这样吗 但是听完这些我就可以回去了吗 先听完故事再做判断吧 公主离开之后 我在姐姐附近待了一会儿 而没有注意到玄剑国的瑞刚王子 带军队过来 乌拉德说着 那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 标注玄剑国 又画了另一个圈 说他们所在的国家叫纳布利斯 瑞刚王子就是你说那位拿宝盒的 而和我过招的红发骑士 是他们玄剑国的第一高手莫伊 我想要找机会逃走 所以就跟他约定只要每遇到一次就跟他比试一会儿 因为我猜他们在纳布利斯也不敢太过嚣张 但那个拿宝盒的就是就是那个瑞刚王子 为什么还会说什么不管我到哪里都会找得到我 明明我从来没有遇过他啊 你们认识 而且你为了喜万小姐到玄剑国当大使一段时间 我知道奇万仙子就是喜万 但我都待在那边的世界 怎么可能当什么大使 你是因为瑞刚殿下拿的宝盒 才可以过去那边的世界 而卢纳大人当初陪你去玄剑国 还用了这个 来随时提醒你人类世界的状况 乌拉德拿出宝剑造型的别针按了几下 鸳鱼脖子上的翅膀链缀就绽放刺眼的白光 闪得鸳鱼睁不开眼 但他又下意识地往草丛看了看 草草好像不久前还在这里 乌拉德嘴角围扬 草草之前可是护送你回去的大功臣 你还躲进他的魔法袋子里面 啊你也认识草草吗 因为你就是那位公主 让我有幸可以认识蘑菇精 呃很高兴知道你和精灵王子即将成婚 希望我有机会喝你的喜酒 乌拉德笑着这么说 白马吐了口气 呃这是我的白马 他叫暗日 走马成语是卢纳大人的 呃你也有马叫白影 我才没有马 元宇说到一半 眼前突然又出现自己骑乘白马穿越黄沙滚滚的城外 眼前的乌拉德与回忆里的男孩影像重叠 与他在纯白王宫里说说笑笑 和黑发小女孩一起窝在此想老奶奶的房里听故事 中发胡须的男子在旁边笑着摇摇头 你是乌拉德 对我刚刚自我介绍过了 然后卢纳陪我去闲剑国 害她见不到小雷姐 薇薇和欣欣 元宇闭上眼 想起奇幻仙子每一次茫然看向远方的表情 对 我就是纳布丽丝的大公主元宇 应该要继承王位 但却总是让父王失望 而且我没有魔法 就只能让奇幻仙子待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的任务失败了 你让城主大人知道喜幻小姐还活着 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了 不 我没成功 元宇说着 身影淡了些 但听说我好像跟奇幻仙子交换了 如果他顺利回去 外表到底是少女 还是已经恢复成原本的年纪 公主殿下 别再说了 乌拉德已经不知道是自己眼底有泪 还是雾气 让渊宇变得朦胧又透明 他慌张要拉住渊宇的手 却扑了个空 渊宇却只是压抑地将手放到眼前 发现可以透过掌心看到乌拉德 而觉得有趣地笑了笑 应该只是魔法师终于找到办法 让我回去了吧 你放心 事情解决之后 我会再回来 也会邀请你参加喜宴 当然 你是人类公主 也是未来的精灵之后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乌拉德想保持镇定 声音却战斗着 元宇笑着对他点点头 头上的鸢尾花法式 就只剩隐隐约约的轮廓 乌拉德 我跟你说过 你跟魔法师很像吗 乌拉德身平第二次觉得口拙舌顿 但还是勉强挤出一句话 那 那还真是荣幸啊 可以跟名人那么像 冤雨微笑 接着就像感应到什么似的 抬眼看月光 我又要再见到蓝色月光了 他就这么消失在一片光粉里 风中还隐隐传来一句 乌拉德 谢谢你一直这么帮忙 也记得要帮我跟卢拉道谢啊 他想着始终没说出口的话 又捡起一片树叶折了起来 光粉却在一瞬间聚拢成团 远方还传来了马蹄声 而那光坛慢慢散开 底下竟然还显现出一位少女 口里喃喃念着 爸爸 阿梅姐 诺特终于要送我回家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奔奔正在努力奔向大结局 所以想要知道后续 请记得订阅奔奔小剧场 喜欢故事的话 也可以小孩赞助奔奔 或是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我们就下次见 奔奔小剧场下回待续